繼續來關心 臺灣的火 多小的利用 每年都在地增加 不過因為還要欠缺瓶頸 認證這種制度 都比擁有辛辛苦苦 開發新的瓶頸 這麼簡單就讓我們放棄 這顆玫瑰火 它的火力特徑有到十二公分 我會叫做成功以後 是中華一座玫瑰 橫收不要出來最新的瓶頸 在你市民上小路真好 我們要不斷的進步 顏色鮮豔 那花朵又大 然後香味又濃的 這是最受市場 最受國人喜歡的 這個新的瓶頸成功以後 最好尚到台南的成呆 接受分子分析 要建立自己的分子 就補新瓶頸 比較沒有瓶頸款 不過在國內 有這種人情觀念 要不認真 可惜就是 很多很多的瓶頸 是沒有被分子身分證的 沒有分子身分證 也就是說 你隨時都可能被侵權 你怎麼去 你怎麼去證實說 這個產品是我的 台灣恢復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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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 有這種的技師是真正 收拾